佛密的论师讲的 可以向塔、陈寨、王宫、藏墓、施奏 这个曼陀罗的意义是很大的 几乎所有密教可以讲就是依照曼陀罗去启修 这最后一段 密咒诡则出作法器时 西入坛贯顶 终修二次第仪家时 一兮修能所依之曼陀罗仪家而尽诸道 后证果时 一兮已能所依之相而成证诀 以比一切曼陀罗为罪要 曼陀罗相应以谈线抉择 神以金刚漫论 罪为明觉 故依笔派而善解说 谈线以轨以静 也就是把谈线以轨全部通通讲完了 这个以静就是讲完 那么他这边的说法是这样子 每一个密教行者 进到密城的这个金刚圣的这个门里面来 当上师都要引他入坛灌顶 这个坛的城就是曼陀罗 一定要引他进来 所以依照以前这个密教的祖师所做的 你一个出进来的弟子 他要用红布把你的眼睛绑起来 不能让到你看到哪一尊呢 然后由其他的这个人给你引导 进到曼陀罗坛 进到坛城里面 他那个大曼陀罗很大 挂起来整面墙都是 整面墙都是曼陀罗 在日本东密 有这个金刚界曼陀罗跟太厂界曼陀罗 金刚界 他本身有九会曼陀罗 从中央大日如来成生费 开始分布成为九个格 九格 这九会曼陀罗 就是金刚界曼陀罗 太厂界曼陀罗 分十二大院 分布为中台八院 以外 所有的 这个外金刚院 所有的分布为十二大院 那是太厂界曼陀罗 那么两个曼陀罗 竖起来跟墙一般高 用灯光照向曼陀罗 反射到整片的地上 都是曼陀罗星 当师父的把你引进来 到曼陀罗弹成以后 眼睛绑起来 那么把你转几圈 你都不知道你站在哪里 然后带着花过去 然后开始投花 投花就是把这一朵花这样子 抛出去抛花 你力量抛的多大就多大 抛小 这一朵花最接近哪一尊 就给你受那一尊的灌顶 这一尊就是你自己的本尊 这就是投花 抛花这样子 花抛一下 它要把你眼睛绑起来 眼睛绑起来 让你看不出是哪一尊 你不是说 我喜欢这一尊 这一尊最潇洒 不是 不能那样子 那一尊最漂亮 你喜欢那一尊 你就抛哪一尊 它眼睛给你蒙起来 然后你去抛花 抛到哪一尊 就是跟哪一尊最有言 当师父的才给你做灌顶 那一尊 作为你本尊的灌顶 是这样子的 所以应该讲起来 入坛灌顶 出作法 其实是入坛灌顶 终修二次第一加十 也一样要 依所依的曼陀罗瑜伽 而进诸道 你每一次在修行当中 还是要依照这个方法去修 依照你的这个曼陀罗去修的 到了第二个次第 先修外法 再修内法 再修无上部 最后修大圆满 密教的这个四部 那么开始呢 这个中哥八祖师讲的 你四部开始也要这样 四部行部 宜家部 无上部 也是一样的 四部宜家 通通要依曼陀罗 到最后你德国了 也是要依 所依之相 而成正觉 曼陀罗本身来讲 刚才我不是跟大家讲了吗 他就是万德交规 万德交规的所在 也就是宜宙意识的一个系统 完全就是宜宙意识的一个系统 宜宙意识的系统 你本身哪来以后呢 你依照自己的生命 跟宜宙意识之间 二则之间 互相的关系去修行 这个就是曼陀罗修行 也就是等于是一个金刚圣的这个修行 那么我们以前讲了 这个曼陀罗有分为四种 大致上分是分为四种 其实是很多很多了 很多 微细分就很多很多 数不清的 那么大曼陀罗 就是所集合所有宜宙之间意识的 也就是把所有活菩萨 金刚 护法 空行诸天 全部集合在一起的 称为大曼陀罗 积极的 就是大入如来为中心 那么再来 就是四方四佛 那么八大菩萨 那么种种的金刚 种种的金刚复法 空行诸天 这个整个的 做出来的宜宙大席 宜宙很大的 宜宙意识最大的系统 就是大曼陀罗 像那个金刚界曼陀罗 胎场界曼陀罗 就叫做大曼陀罗 那么什么是华曼陀罗 华曼陀罗 就是用文字去表现的 黄字 黄字去表现 像一个蝎字 我们就是知道说 这是阿弥陀佛 观世音菩萨 把同一个种子字的 用凡字去表现出来的这个曼陀罗 就叫做华曼陀罗 用文字去显现 那什么是三昧曼陀罗呢? 三昧曼陀罗 三昧曼陀罗 所以用索印跟他所持的法器去表现 就叫做三昧曼陀罗 用索印 你想看看 像那个 Guru Gure 佛母 做明佛母 他所持的东西 有时候持弓啊 持剑啊 那个作业型的 用弓、剑 甚至索印 种种的索印 好像索结这个印 结这个印 有时候是奇刻印 触地印 触地印 奇刻印 无味印 一夜印 他种种的印 用这些索印跟他的标志 去表现出来的